分段生死对我们的修行障碍太大了 忘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在诸位心中 你现在的念头多分来说是正念比较多 妄想比较少 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个事实 你现在的心念 在你内心的深处 只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 并不是全部 你现在的心是第六意识的生涅心 它的背后还有一个大仓库叫阿赖耶识 你今生因为持戒的关系 听闻佛法的关系 把阿赖耶识当中的上根表现出来 但是你的阿赖耶识当中 还有很多很多杂染的种子潜伏在那里 也就是说 你现在的心态只是你内心的一部分而已 不是全部 当你死亡之后 你来生患一种环境的刺激 又会带动另外一种心石 这就是为什么你前生跟今生的心态 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因为你的阿赖耶识 你的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有杂染的种子 有清静的种子 你现在表现出来的是你阿赖耶识最好的这一部分 但并不表示你每一生都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资良魏菩萨容易退转的理由 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启发上根 升起惭愧心 努力的修学 在修学当中积极了善业 来生福报会变得很大 福报一大就刺激了烦恼 又开始把善业给花掉 也就是在享用善业果报的同时 又造了很多罪业 又堕到三恶道去 到了三恶道 又开始起惭愧心 开始积极善业 如是地辗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资良魏菩萨 一直在轮回流转的原因 死亡中断了我们生命的一切 你二十岁出家 活到八十岁 休了六十年 死掉之后 来生重新开始 你来生要是没有遇到三毛 又开始放逆 又堕落了 因此 当我们在思维净土的时候 要知道净土在你生命当中 所代表的另一层意义是不退转 它给你很长很长的寿命 不会因为死亡的因素 而中断你整个修行 我们现在最大的困扰 就是每一期的生命都没有办法把它相加起来 就像煮开水一样 煮一煮 听到声音把它关掉 然后水冷却了 再把它打开煮一煮 还没煮滚又把它关掉 一辈子也没有办法把冷水煮滚 分断生死 对我们凡夫来说 障碍修行太大了 我们没有足够的生命把整个修行一次完成 所以我们在研究净土的时候要知道净土的特色 在那个地方修行有无量的寿命 而且可以见佛文法 这是讲到阿弥陀的无量光 无量寿 它的主要特色在于不退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